7名警员昨晚10点突击半山巴阿博汉路一所外籍人士宿舍 一群中国籍男子当时正在剧赌 当场被抓个正着 2、30名赌客随即群起抗议 现场陷入混乱 警员便向空中连开两枪试警 但一干人没有就范 反而愤怒的围殴警员 警方再开两枪才平息风波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警方随后出动大卡车 将68名涉及赌博以及袭警的中国人 带回金马警区 初步调查发现 所有落网者都是附近工地的合约员工 警方相信这个住宅区住了至少200名中国籍劳工 一名目击者指出 由于这群中国劳工到我国不到半年 不懂我国法律 加上不安国语 因此起初以为有强匪冒充警员冲进房子行结 所以才群起反抗 警方将案件动机定调为双方无法沟通 同时援引刑事法点147制造骚乱条文 353使用武力阻碍警察执法条文 以及1953年公开场所赌博法令第6条文调查案件 在录取口供后 目前已经释放其中60人 其余8人在赌博法令下继续扣押注查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